按键盘的W键,将座边系显示,按键盘的Ctrl,J1加T,然后再单击左边形,将左边形的边数修改为5,然后采用左边形的边数,侧边的长度为75,方位角为90度。 右边点为座边系圆点,完成了左边形的创建,接下来再进行拉伸实体,单击拉伸,然后拉伸的高度为30,单击确定。 接下来再进行绑模,插入细节特征,绑模,选择绑模的矢量为这个,绑模的参考固定面为这个面,让绑模的面为四周的面,绑模角度为30度。 单击确定,完成了绑模,完成了绑模,再接下来进行移动面,选择这个面,变换的类型为角度, 矢量为X轴,轴点为这个点,绑模的角度为30度,然后单击确定。 接下来再进行拉伸实体,接下来再进行拉伸面,选择这个形成之后的面,拉伸的高度为5,再单击确定,完成拉伸,接下来再进行抽口,单击抽口命令,选择这个面作为移植面,抽口后度为3,然后单击确定。 完成了抽口,完成了抽口,最后按键盘的Ctrl加Double的键,将所有的曲线进行隐藏,按Double的键,将珠贝系进行消影,最后的结果如图所示。 那么让我们一起的话,千万加点反适决,绝 royal的确论,传奇小说心软置人 Madrid,再来换这些月! 谢谢观看